你这写的什么呀 就是昨天下大雨 同学叫我 那天我刚好在吃饭 看到他在那比比画画的 我说你这写的什么呀 他说写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还写了好多页 拍下来的这一篇写的是 那一天他在放学的路上 他后面那个同学叫他 然后他回头了 那个同学又叫了他一次 他后面第二页还写了说 我已经回头了 他还叫我 真的有点烦 我又翻了那本小本子 看了一下 上面还有一些记头的内容 挺童真的 他认字量很大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他写字 毕竟还是中班嘛 他的脑子里面就是 有些字的印象 就把它写下来了 看着就很像象形字 我就觉得很可爱